716大遊行之後 現在有很多 檢視柯文哲的機會 我先請若芳跟我們一起來看 因為最近這個柯文哲被問到 他是怎麼樣來回應的 他說這一場凱盜遊行 跟我們民眾黨 一點都沒有關係 他只是來賓而已 而且他說 大家去講什麼 男女比例差太多啊 推論因為柯文哲 仇女的形象 所以大家不肯來 柯文哲心裡想說 天哪這實在太會造謠了 針對人家說 柯文哲有沒有仇女這樣子的語錄 他說那都是大家黑白講的 這是柯文哲的回應 那麼至於716凱盜遊行 到底跟民眾黨有沒有關係呢 這個四叉貓 貓貓真的是蠻厲害的 他馬上就翻出 這個民眾黨的賴群 瘋狂摳黨公到現場的截圖 他就放在這邊了 這個上面還寫著眾青團 這是不是跟民眾黨有關係的 等一下碧如委員一樣可以來補充 來若芳怎麼樣看 柯文哲直接大喇喇的說 這一場館長黃國昌辦的都跟他沒關係 我先講一下 我剛剛講那個民眾黨要告 有台電視台這個部分 我覺得第一個他是在做轉移焦點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最近從716之後 大家都在討論什麼 就在討論整個716 有沒有跟民眾黨有關 然後甚至仇女的言論 甚至在台下呢 只要是誰上台大家都比倒戰 然後甚至呢 民眾黨的張軍海在下面 公然的就是帶頭比倒戰這樣子 所以大家都在討論這整個716 那所以這對柯文哲來講 尤其是在昨天這兩天的716 他的負面聲量其實比正面聲量高了三倍 比較高 負面聲量其實真的是太高了 因為大家討論都是負面的東西 所以柯文哲呢 他也被問到說 716跟你們有關 他開始做切割嘛 所以他開始就覺得說 他不要再被討論這件事情 因為716對柯文哲來講有沒有傷 有傷 絕對有傷 那他要換一個話題 因為為什麼我說他要換一個話題 因為藍白河其實已經講很久了 剛剛我們的發言人 志豪也有講到 那個藍白河的這事情 已經講非常非常久 你今天突然拋出來說 我就是要告什麼藍白河這部分 對 我覺得這是第一個 是他轉移交接 第二個藍白河這個問題 他到底是核什麼 有可能核總統 也有可能核立委 對不對 他的立委核 那今天看到柯文哲 他講了另外一個手法 他說沒有辦法保證 但是民眾黨金兵 這次他不會影響任何一方 態度完全軟化 這在幹嘛 所以我在釋放給誰 釋放給國民黨 讓他們知道說 我們沒有要拉掉誰 或影響任何一方 就在釋放一個 比較軟一點的態度 買年大刀以來 有沒有吞到就是 侯友宜當副手嘛 那你叫柯文哲當副手 我覺得他吞不下去啦 那所以總統這局 他可能看起來 目前沒有辦法合 可是立委有沒有辦法合 看今天這個態度 看起來是 有釋出一個善意 有釋出一個善意 那再講到說 716這場呢 我覺得轉移加點就是 716這一場呢 他的負面聲量 真的非常非常的高 包含寵女的言論啊 包含現場的狀況啦 包含說到底是不是 民眾黨有去動員啊 我覺得這不是我們在講 因為貓貓他就已經 秀出了整個的對話嘛 就是他 他真的很厲害 他居然可以用到 這樣子的一個 那個line 甚至呢 他也把那個之後呢 這個結束在這邊 716 這個群眾黨結束之後呢 還去康園立法院的康園聚餐 他們整個青年去康園聚餐 那個照片他也把他拿出來嘛 所以確實就是說 真的是少偵探 在716這一場現場 因為還有另外一個line 有在前幾天 其實大家都在那個節目上 都有秀出來 就是說柯文哲準備上場之前 他的line上面就說 幾點要趕快回到現場 因為柯主席準備要上台 開始把人全部要摳回來 因為太熱 好 那這一場到底 跟民眾黨有沒有關 我覺得從這麼多的證據 不是我們在講 也不是孟琦在講 是證據一一對話 把他拿出來 有關係 就是有關係 那再來仇女的言論 因為整個716的負面聲量 大漲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柯文哲受訪的時候 他講什麼 這是黃國昌 這是館長秀 不是我 如果今天是正面聲量高的話 柯文哲的講法 就是絕對不一樣 他絕對不一樣 那甚至呢 甚至我覺得切割到非常明顯的 就是什麼 就是這個有小女生拿了一個牌子 就在講柯文哲 那個仇女的這個言論嘛 然後不是被霸凌嗎 網路上一個霸凌被肉收嗎 因為記者就問他 問柯文哲說 那針對這個女生 館長在霸凌這個女生 那你有沒有想到 我想說新聞已經這麼多天了 每一的新聞大家都在討論這個 政論節目也在討論這個 即便柯文哲主席沒有看新聞太忙了 但你的幕僚沒有人知道這件事情嗎 沒有人跟他講嗎 對 當你受訪的時候 這就是一個熱門的話題 記者一定會問你嘛 但你怎麼會說 我對這個事情的細節完全不清楚 你連幫這個女生講話都不願意 就是說不應該做這樣子的言論 大家都有言論的自由 他都可以去各個地方去講話 你連這個都不想你馬上做了一個切割說 我不曉得啊 這個活動也不是我辦的啊 我只是受夭者啊 細節他都不知道 細節都不知道 我覺得最主要其實就是 因為716這一場 整個的風向 整個的社會的輿論是負面的 負面聲量大於正面聲量 所以我覺得柯文哲對於716這場呢 我覺得他應該說不是柯文哲講 整個民眾黨在716這一場呢 我覺得是負分 加柯文哲也是負分 所以他現在呢 就是開始轉換一些言論 就是說我要去告 然後要讓大家開始去討論其他的 不要再去討論716這場的內容 所以我覺得柯文哲呢 如果今天這場是高聲量 高正面聲量 他今天絕對會把這一場的功勞 攬在自己的身上 因為這就是柯文哲 716之後 因為這個小女生 舉了這個A4的紙張啊 真的館長這樣子 一連兩天開直播這樣子 來不斷的在討論 至好怎麼樣看 柯市長居然是一句說 細節他不清楚 就這樣輕輕帶過 我們來看看到底他心裡面 對於這個女性朋友 他到底心裡面的價值觀是什麼呢 前立委姚立民 他是非常了解柯文哲的人啦 他說柯文哲對女性存在歧視 是打從心裡的價值觀 也因此呢 當初才會找來富運先鋒 李元甄來替柯文哲上課 那麼呢 現在這樣子的時段 這個經過76大遊行之後 年輕人也會開始去檢視柯文哲 討厭藍綠 難道白色就會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嗎 來我想要請教一下志豪 針對柯文哲最近這幾天 他這樣的說法 甚至昨天有媒體問到啊 人家說他仇女等等的 過去的這些言論 從二零一四到現在 一筆一筆都被挖出來 可是柯市長怎麼樣說 他說這選舉到了 你們民進黨又開始抹黑 又開始造謠 柯文哲擅長 就是用議題轉議題嘛 就是剛剛若芳說的 然後把原來的議題戰場 用更高聲量的負面性議題也好 或者是正面議題 他就試圖轉移原本的戰場 這是柯文哲最擅長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這些是七一六遊行 他根本就是一個 目前這個大選的一個最重大的一個關鍵分也在 為什麼呢 因為他遊行的現場 他集會的現場的參與的人 他現行了 那麼包括這個柯文哲自己也現行了 有兩個現行 他完全的讓柯文哲本身的形象現行 那麼也讓他的支持群眾完全放在這個這個公眾的檢視之下 所以這兩個現行的導致有兩個部分 第一個剛剛講的仇女跟艷女的這個 他過去累積的這個形象被完全揭露出來 就是我我剛剛來上節目之前 我隨便在Google上面隨便爬數一下 就包括什麼2014年陳以針的事件 或者在2014年的九月婦產科什麼的說法 這個這個其實我都不忍足讀把它唸出來 因為因為其實是還蠻粗比 還蠻粗比的 所以所以這個就是過去長時間的累積 柯文哲的形象被撈回來了 那也因為現場支持群眾現行的狀況下 大家發現為什麼男女比例失衡 再來呢 他後來他發現這個716之後呢 包括他原本716遊行之前的館長跟黃國昌 這兩個召集人出事了 一個出事是黃國昌本人 他的這個這個保護地的事情 或這個自己家的違建等等的 第二個就是館長本人嘛 他在遊行前戲他幹嘛 他用髒話在罵總統跟罵副總統 我們可以接受集會遊行你辦你的權利 這個是大家都可以去做的 但是你絕對不能用粗比的語言 去用謾罵去製造社會的仇恨跟分裂 那這個這個造成了716不正當性出來了 你用仇恨謾罵 好然後再來呢遊行中讓柯文哲本身現行 讓遊行的支持群眾也就柯粉現行 大家就發現原來哦現場的支持者的這個柯粉的形象出來了 原來就大概這個樣子 那再來柯文哲因為716之後他的這個民調下滑大概三三至五趴 因為716之後有各家的民調出來大概趨勢是這樣子 那特別是20到29歲的下錯11趴 為什麼是這個20到29歲 30到39歲 對然後特別20到29也有 那為什麼會這樣總體下錯 就是我剛剛說的嘛 這些事件的累積所以導致 再來還有關鍵點 台上婉婉玉還有剛剛若芳講現場這個舉牌的女學生 那你怎麼可以用出征的方式去對待跟你意見不一樣的人 這個社會是民主社會 你可以用對話的方式 包括政策你也可以對話 包括你你也可以捍衛你自己過去所做的政見跟立場 但是你數字要提出來 你要用公共辯論討論方式來探討一個議題 而不是到處去出征那個其實會讓民眾想像到 這個跟過去某個支持者的含那個這個什麼粉是一樣的 道理是是一樣的 所以大家會把這個印象把它找出來 是來剛才志豪講的這個館長開直播 好像是用公審類似這樣的方式去審那個小女生 我想請教畢如委員民眾黨的柯文哲主席 他真的不知道嗎 或者是說這個小女生A4上面列出來的那些 語錄有哪一條是不對的 民眾黨其實也可以指出來啊 來委員 我覺得小女生有受到這樣的待遇 我覺得我們都要去公平的持平的去看待他 也要有人為他發聲 那主席會不會真的不知道 我覺得也有可能 因為他有時候每天行程市場是滿滿的 那旁邊的人又覺得說 這個可能他們去處理就好了 是不是就沒有跟他講 來委婉 昨天媒體問的時候主席說他不知道 但是今天總該知道 知道之後可以說些什麼 對所以就是說幕僚之後被記者問了之後 應該去了解一下狀況 所以應該也要為這位小女生要來講講話 館長真的不用這麼開直 我覺得有時候 對啦有時候館長真的不需要這樣子 因為有時候他就是側幹掉了 有時候我也覺得這不是非常的適當 這是冠長個人的那個言論 有時候我覺得也應該要去有人去約束他 那我要講一下716這件事情 716柯文哲說這個不干他的事 其實因為他是民間自動發起的一個活動 確實不是民眾黨發起的 但是這一場裡頭 事實上大概就是有幾個 因為有幾組的政治人物都有來了 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來了 民眾黨的柯主席來了 那時代力量的王冠玉 因為他現在是主席 他也來了 那大家都有上台去講話 那講話的過程當中 到底是不是716會讓柯文哲現行 那我想這個線上跟線下 因為疫情三年之後 很多人他沒有辦法到現場 或者現在都也是說 那我就線上去支援 所以事實上也有一篇媒體講到 就是說這三組後 這三組人在講話的時候 線上人最多 確實也是柯文哲主席 有五萬多人 那現場有離一兩萬人 加起來他說同一個時間多的時候 甚至有到八九萬人 那這樣子的一個人數 到底夠不夠 或者是這樣子自得不勒納 我覺得這個畫面都會說話 數據也會說話 這個我就不願意多說 那再來就講到 這個仇女這件事情 因為禮拜一 禮拜二出現這個仇女的時候 我也我在台中我就想說 為什麼會出現這個字眼 然後他就在講到說 有個民調說他30到39歲 下滑從51%下降到45% 大概下降了5點多 大概是6%好了 那我就去看了一下 716的遊行是7月16號 那林傳媒的這一個民調 是7月10號到7月16號做的 那他是7月17號他會整7月18號去公佈出來 就是這個禮拜公佈出來 所以呢這個 你覺得要看更後續的民調 我覺得就是說你要去探討 因為民調當然有時候我們是說 要看看就好 但是某一個區段間的民調有下降 也許我跟你講民眾內部就應該要去好好的去檢討 而不是716這件事情讓他現行 那我要講一下因為我是女生啦 因為那個我跟你講716那真的是太熱了 很多女生可能一去了就陪先生或陪男朋友去說 我米的家裡比較冷氣就好了 我等一下在等你 因為有時候女生的就是 沒有啦 委員不是這樣說的啦 因為其實大家之前也有找過過去 因為洪仲秋聲援他的那個世界 上街頭的人那時候8月份天氣是比凱盜那天 716那天還要熱的 所以我覺得硬去講說女生就一定要閉嘴 我覺得這樣是有點講不過去的啦 當然也許不是啦 來 委員沒關係 因為有關於柯市長的爭議 今天還有一條啦 就是說這個柯文哲 現在為了北流這個帳目 現在這算小的事情 跟蔣萬安的四政府也槓上了 現在兩邊還在玩家 來 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 一起來看